这期我国籍航空近十年来死伤最惨重的空难 发生在昨天晚上的七点多 从高雄飞往澎湖马公机场的复兴航空编号G1222客机 在风雨当中重飞迫降的时候不幸坠毁 机上总共58人只有10人生还 其余48人全数罹难 23号晚间七点多澎湖西西村一阵怦然巨响 当时居民看到一团火光 本来以为是民宅起火 没想到是飞机坠毁 这架实施飞机是复兴航空编号G1222的ATR72客机 本来预定23号下午4点从高雄小港机场飞往澎湖马公 开始受到迈德木台风影响 延后到5点43起飞6点半降落 这时候澎湖下着特大雷雨还有闪电 能见度从1600英尺降为800英尺 结果飞机第一次降落失败 7点06分要求重飞 2分钟后再跑到头1000公尺处 失速坠毁 客机坠毁时不偏不已杂重移动民宅 还波及附近11户 造成5位当地居民受伤 居民跑出来看才发现 机身严重扭曲冒出熊熊火光 不少乘客被抛出机外残肢断壁 散落附近230公尺 还有意识地赶紧从裂开的机身当中逃出来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几次爆炸 飞机残骸喷得到处都是 消防人员和军方200名兵力全数加入抢救 一面救火一面救人 或是在一个小时后才顺利控制住 这架飞机上旅客加上4位机组员共有58人 其中54个座位满座 大多都需要到澎湖玩的游客 另外澎湖宪兵队长蔡明华忠孝 她本来是因为台风来袭 要赶回部队坐镇的却搭上死亡班机 这起意外造成10任轻重伤送医治疗 其他包含了政府机长在内 总共48人都在这场事故当中断送行命 有点TV引得玉带佳怡综合报道